口臭系霸主 清蒸酥炸都好吃到叫阿姨 阿姨啊 這真的太好吃了啦 又到了午茶時間啦 我今天呢 就不自肥了好不好 我帶大家去吃一個 台式下午茶 那這一個下午茶呢 能讓我先綻放 綻放而已喔 真的是綻放喔 甜點 然後選擇吃它 那就是 臭豆腐算是台灣人心中 應該是數一數二的小吃了吧 對不對 而且聽說譚子這家臭豆腐店呢 網友真的雞推 他們家的臭豆腐有很多樣喔 那到底要吃哪一樣呢 去問老闆就知道 GO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我聽說你們家的臭豆腐 有不同種類的是不是 對啊 我們這邊有 都有 你都包辦了 都包辦了 你這樣還要給人活路嗎你 還好… 過了二十幾年了 還好… 那如果你自己的話 我今天要吃你比較推薦哪一款 真的對女性來說會比較養生 而且比較不燥 對 老闆有在講究養生喔 你自己看老闆的皮膚 可以做油炸類的就是小吃 然後皮膚還這麼好 可見有在保養耶 保養品應該花不少錢 那臭豆腐 膚臉就可以了 那臭豆腐方面的話 就交給你好不好 OK 看你要上什麼我都吃 OK 不挑食的 那如果有膚臉的 也可以拿一個我邊膚邊吃 OK 好不好… 交給你了 好…來 既然來到台中 下午茶當然就要吃 台式下午茶的代表囉 就是臭豆腐啦 在這邊跟大家說個小知識 其實豆腐在發酵的過程中 會培養出比優肉乳 更多的植物性腸液菌 對於健胃整腸相當有幫助 而且富含維生素B12 可以減緩老年痴呆 以及大腦鈍化喔 聽完這些 還不趕快跟我們一起來吃臭豆腐喔 這真的很誇張耶 老闆有考慮到 我一個女生的食量嗎 你自己看 這一碗是什麼啦 他比我的手大啊 他是平常媽媽炒菜 拿來裝菜的盤子 然後老闆給人家當一碗臭豆腐在用 這樣合理嗎 泡菜是他自己醃的 而且連醬料 也是老闆就是自己做的 就是老闆是從裡到外 那其實臭豆腐的由來算是一場 美麗的意外 那傳說呢 在清湯新年間的時候 有一位賣豆腐的商人 那個商人呢 為了多賺一點錢嘛 所以就做了非常多的豆腐 但他那天的生意呢 其差無比 有夠差 於是呢 他就想說 不行... 我這樣豆腐倒掉就浪費了 於是呢 他為了延長豆腐的保存時間 他就在上面呢 撒了鹽巴 然後還有一點調味料 結果沒想到 發酵後的臭豆腐其臭無比 但是味道卻驚為天然的美味 於是臭豆腐就這樣 被發明出來啦 那台式的臭豆腐呢 就比較偏炸的 都要那個什麼 經過那個油鍋炸過 而且一定要配上泡菜 因為泡菜酸酸甜甜的嘛 比較解油膩 所以呢 台式臭豆腐都是臭豆腐加泡菜的組合 那清蒸臭豆腐的話呢 它算是從江浙那邊呢 演變而來的一道菜 一道料理 這就是清蒸和酥炸臭豆腐的由來 來 酥炸臭豆腐先吃 它的臭豆腐呢 外皮呢 非常的酥 然後裡面很嫩 你看 它是屬於薄脆型的臭豆腐 我這樣咬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它外層的頂這樣薄薄 薄薄脆脆 然後豆腐裡面呢非常的多汁 而且它的豆腐呢算是 可能是發酵比較久 它臭豆腐算臭的 就是吃到嘴巴裡面 是有在臭的那一種 因為其實雖然是臭豆腐 可是每個人喜歡的 它也是有分臭味等級的 我剛剛又加了一些泡菜和那個 黃瓜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就非常的清脆 然後汁又更多 因為你把泡菜夾在裡面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像爆汁那種感覺 它的醬呢偏鹹一點點 可是鹹裡面帶著辣 所以你並不會覺得說 你死鹹這樣 然後因為它有加一點點蒜頭 加一點點烏醋 然後去提味 所以它那個口味呢 就是每一隻面目之後 是鹹味多一點 開始慢慢的 嘴巴就有那個 比較溫一點的辣出來 然後呢 那種醋的那個酸味呢 是在尾巴 是在尾韻的時候 才會冒出頭來 這國民美食臭豆腐 雖然味道略臭 但每每經過就會很想來一份 而這裡的臭豆腐 臭香味偏重 外酥內嫩自然不在話下 重點是咬下去竟然相當的juicy 而且搭配泡菜一起吃 可以降低臭香味 讓臭豆腐更好入口 而那點綴的烏醋 更是在臭豆腐尾韻的部分 占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最後再來點小黃瓜 許有解膩 這盤臭豆腐說真的 我給100分啊 實在找不到缺點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清蒸的臭豆腐 老闆真的很大方耶 來 我要來吃了 它裡面呢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碗那種 豆腐湯 臭豆腐湯的那種感覺 你看它也加了清蒸菇 就是一般的那種火鍋料 有沒有 清蒸菇 而且它這個呢 它不是醬汁喔 它旁邊的這個湯呢 它是水 然後下去跟臭豆腐一起清蒸 一起煮過之後呢 然後臭豆腐跟泡菜啊 或金蒸就是 混合在一起的那種 因為它這個湯呢 它就是那個鹹味是剛剛好 不是那種過鹹的鹹味 然後你喝的時候 也有那種豆腐的那個香味 就很像我們平常煮那種 金蒸豆腐湯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些些它那個特製的 一些醬料在裡面 因為它一定是有加醬汁嘛 然後一起煮出來的 這個湯就是可以喝的 它的豆腐呢 也是那種 有點像嫩豆腐的感覺 一點點臭 它里到外的那個 吃起來的感覺 都是一致的 就是從外面開始嫩一路 嫩到裡面 我覺得它比較沒那麼辣 一點點 一點點微微的刺激感而已 對 像家常菜 比較不像是就是 我們走到家小吃店說 老闆 我要一碗清蒸臭豆腐 然後就端一碗 老闆就是一盤 清蒸臭豆腐好不好 它雖然口味就是濃郁的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整體 是會有 而且吃的又感覺相對來說 比較健康 因為豆腐就是一個 很好的蛋白質嘛 然後又有糖 整碗湯這樣喝下去 然後又有青菜對不對 就是對我們這種晚餐 很想要比較吃的 比較簡單的人來說 就是不想要大一大肉 吃很多片粉的人來說 我覺得這一個東西 一整盤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很好的晚餐 這清蒸的臭豆腐 臭味不嗆鼻 不餓臭且餘韻很長 加了肉末 滷汁 以及各種調味料 下去蒸煮過後 鮮嫩軟Q的豆腐 吸飽了特調滷汁 味道更加濃郁 溫和 不刺激 搭配清香又不死鹹的湯頭 一起喝下去吃下去 這絕妙的好味道 絕對值得大家親自來這邊 品嘗品嘗啦